來繼續來看婚臨 有一間農散所購保重庁 匯法請用十三個月之六工 三個月前才讓減紀才讓抓到 結果六月底又讓減紀請十五個 匯法的儀工 說這間保重庁 為了要審人事的成本 等級都是用價薪來請大量匯法的儀工 這次已經是這間保重庁第三次匯法 這間這根本就是發不怕 專親對的隊員跟憲兵隊 這間都算收購保重庁 專親對的隊員在這間收購保重庁 接著匯法的多幾天 任務都有 已經請坐好背心算上的有十五個 這幾天有的是途走 有的是過期的紀錄 全部都是這間收購保重庁 匯法請 他的薪資是以一百一到一百二 來聘用 就是為了降低他的成本 因為目前國內的死刑是一百五十元 僱借的鄉親屬成本 貴家廠廢廢廢二天 約每天靠一百塊的薪水 而且這間是僱借第三次秘錄 一百塊三年的時候比採法十五萬 一空五年的時候 有個秘錄發五十天的股票 而且求法金一天一千塊 但是僱借都發不怕 這次秘錄是五年來再犯 會面臨三年以後尤其途性 有大廢的 財政方式 有1925萬 幻露 偷財人